假设ceta为锐角 所以我们假设一个三角形的左下角 这边是ceta 而tangeta是等于根号2 好,那我们在这边呢 帮它标上abc 好,tangeta tangeta就是ac分之bc 好,tangeta是等于根号2 所以我们把它写成1分之根号2 所以我们就可以假设如果ac是k 那么bc就会是根号2k 好,所以这边ac是长度是k bc呢是根号2k 好,那接着我们就可以知道ab的长度 好,ab的长度呢 ab的平方就会等于ac的平方 加上bc的平方 好,ac的平方呢就是k平方 bc的平方呢 根号2k的平方 好,一个k平方 这边呢是两个k平方 所以加起来是3k平方 那我们可以知道ab的长度就是根号3k 好,那接着呢 好,那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带进去我们题目要求的 根号3,sin,c加上根号6 cos,cos,cos,c大 好,来,sin,c大的部分呢 sin就是ab分之bc 那我们已经知道ab呢是根号3k 所以我们sin的部分就是根号3k 分之根号2k 加上根号6乘上cos,cos,c大呢 cos,c大呢就是根号3k分之k 好,那接着我们来做化解k和k约分 好,那在这边呢 根号3和根号3约分 所以我们前面这一部分就是等于根号2 而后面这边根号3跟根号6也可以约分 变成根号2 所以前后都是根号2 那么加起来我们的答案就是2根号2 谢谢大家